大家好,我是文汇,这两天中国和日本都在开会 中国这面就是西安的中亚峰会,日本这面就是G7峰会 然后整体对比这两个会议,我就感觉习近平又变成了一个国际大笑话了 从四个方面,我简单来谈一谈 首先就是这两个峰会的照片和视频,很多人都看到了 整体给人感觉就是日本这边很简单,很简朴 中国这边就是极尽奢华之能事,排场之大,对不对 然后就是什么唐朝的宫殿,有唐朝的服装等等 给人感觉好像中国真有钱,对不对 给我的感觉整体上,实话实说,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一个字土,真的是很土气,就那土腥味 土的掉渣的这种感觉,中共的这些官员真的是上不了台面 大家想一想,就是说你中亚峰会 你搞这么大的排场,你都邀请了谁 五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五个国家到底是哪五个国家 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也不想去搞清楚 这五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叫什么名字 我一概不知,一个都不清楚 他们长什么样子,其中有一个领导人 我好像大致知道他这样子,其他的人我也不知道 可以这么讲,就这五个国家领导人到了韩国来后 在大街上走,我估计 大部分韩国人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国家的领导人 习近平他可能想要展现出自己万国来朝 展现这种汉唐盛世的这种气象 所谓的,但是你要搞万国来朝 来了几个国家的人,五个国家 是谁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也不是完全清楚 长什么样不清楚 所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搞笑 你再反过来,看日本的机器风味 人家是搞的比较简单,搞的比较简朴 但是参加的国家呢,对不对,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美国 是吧,那么一个美国家拿出来,那都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对不对,人家是开的比较简朴 但人家那国家那个实力摆在那了 对不对,一看那大家都得重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整体给我的印象吧 就是这样的,就像吃饭似的 一边都是一些名校的博士 比如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 家住理工啊,这些博士 在一个相对一般的餐厅里面聚餐 另一边呢,就是这个 就是梁家和的这个小学生博士 领了一些人 在一个地方很豪华的一个饭店聚餐 就这种感觉 一边呢,可能吃的是汉堡披萨 另一方面呢,可能吃的是大餐 非常非常贵 你看我们都有钱 整体上给人感觉就是那个土气 那个土腥味 是吧 这是第一点,让人感觉很可笑的 第二点,就是这个,就是中国 不用要援助这些国家钱吧 多少钱呢 260亿人民币 那有人说这260亿人民币 有什么可笑的呢 大家想一想 就是在2018年 当时我记得就是中国啊 习近平他是援助非洲 多少钱呢 是600亿美金啊 600亿美金 这次他用的单位是人民币 上次用的是美金啊 那600亿美金的话 折合上人民币的话 按期算的话就是4200亿左右的人民币啊 是吧 就简单,就这么几年过去以后 你就看中国这个财力 你就知道了 对吧 这次你说260亿这个人民币 折合成美金的话 也就是30多亿 35亿左右吧 怎么35亿左右美金 那么平分给 假如说平分给这五个国家的话 一个国家也就是7亿多美金 对吧 其实这个 从习近平角度来讲 那是很寒酸的 就是他确实是没有钱了 他没钱 他还是想要去这个展现自己多么多么有钱啊 要给自己争面子 然后呢 就拿出260亿 对吧 他还用人民币做单位 你要他不好意思用美元做单位了吗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就可以看出他这些钱的是越来越少了 但他还是想要装出自己很有钱那个样子 就是刚才感觉非常可笑 而且他整个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不好嘛 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了 连一些这个地方政府都没钱了 对吧 像我昨天聊到的这个贵阳市啊 胡沃特市啊 贵州省啊 都没有钱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的痛苦 想解决地方政府的困难 你还拿出钱来给别人 那就不仅仅是可笑的 你是可恨的问题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啊 对吧 但话又说过来 你不给人家钱 是不是人家也不来啊 对不对 即便人家就是中亚的不是很出名的国家 人家也不来啊 是不是 不就是靠钱堆的嘛 这就是一个很可笑 很可怜 很可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吧 这是我想谈的这个第二点啊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为什么开这个会啊 在这个西安开这个会 现在很多人可能也认可这个观点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较劲 就是想要跟这个日本极其峰会 这个较劲 你看时间都差不多嘛 那为什么要较劲呢 原因哈 我看有人也在分析 就是这次极其峰会 人家邀请了很多国家的 就是一些 就是除了这个极其国家以外 邀请了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比如韩国等等一些国家领导人 甚至包括日本 不是日本 包括越南 他们都邀请了 越南都已经邀请了 但是没有邀请中国 中国这么大个国家 对不对 是吧 习近平去不去是一方面 人家干脆就没有邀请你 是吧 对吧 那习近平心里怎么想 他心里相当相当的不舒 居然敢不邀请我 我可是千古一地 千古圣君 被万民 这个景仰的 对吧 大人物 你们居然不邀请我 对不对 我去不去 那是我觉得 说了算 那你们不邀请我 那你们就是太失礼了 习近平这个心里就受不了了 就他那个小学中的那个水准 他那个孩子 小孩的那个心里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们不邀请我 对不对 那我自己玩 对吧 我自己搞 我们搞一更大的一个party 搞一更大的聚会 对吧 你们那个都比下去 我们这边又吃 这个吃豪华大餐 对不对 在西安的这个宫殿里面 我们搞 他就是基本上是 这样一种心理 我觉得 小孩那过家家似的 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 你不跟我玩 我也不跟你玩了 我还有其他的朋友 你们都到我家来玩 我这有很好的玩具 对不对 那什么 然后你们走的时候 我还给你们零花钱 基本就是这种水准 你知道吗 所以就让人感觉到 你小学生 对吧 就是幼儿园生 就是这种水平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的 习近平 你说你非得 跟日本这个G7峰会 同时举行 你什么意思 那你只能是让人这么理解 那你说你这个心态 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第三点 我们看到比较搞笑 第四点就是什么 你这次开这个中亚 这个峰会 你叫了五个国家 就是都是中亚的这几国家 这几国家 以前都是普京的小弟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你把他们叫到中国来 开会算怎么会 那普京会怎么想 恰恰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普京 他现在状况是每况愈下 他可能真要下台了 真要不行了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你是要挖墙角的意思吗 是吧 你是要把这个普京的小弟 在这个时候 都挖到自己这来 变成自己的小弟 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现在这个 这个西方社会 就很希望 这个习近平和这个普京 中间呢 这个关系出问题 你们之间产生矛盾 他们在旁边 才能高兴 对不对 结果人家 西方社会还没做什么 你们两个人 习近平 现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你说 普京现在得多生气 是不是 就是做的很愚蠢 很搞笑 你知道吗 整体上就是 这么几点 我就谈到这么 这么四点内容吧 就是习近平 他总是想展现自己 我们很强大 我们科技实力很强大 对吧 我们这个 很有钱 对不对 这个我是这个千古一地 对吧 这个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事实上吧 他展现出来的东西 他总是很搞笑 为什么 其实一个人 他其实 你想要表现 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做事的时候 你要不说 可能别人还真不清楚 对不对 你穿着西装隔离 人家不清楚 只要你一张嘴 只要你一做事 不论你掩饰的多好 别人也能看出来 你有几斤几两 更何况 习近平做这么大的 这么多事 他一看就看出来了 对吧 非常清楚明白 你像我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不懂的 我就说不懂 我不会的 我就说不会 对吧 反而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还能多少 对我有些好感 习近平不是这样子 他就是小学生水平 他没有什么知识和能力 但他总想展现出自己 非常非常的有水平 对吧 然后就成了国际社会的大笑话 对吧 像我刚才强调 人家这边都是一些名校的博士 在一起聚餐 你这边就是梁家河的 小学生博士在这 然后你就算是吃龙虾 对吧 你就算是吃的最贵的那些大餐 对不对 那又能怎么样 更换你花的还是明脂明膏 花的还是老百姓的钱 对不对 你看这次又得花多少钱呢 是吧 这260亿 不又都是老百姓的钱吗 所以说吧 这个整体上 你说是笑话也好 反正这对中国社会来讲 又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吧 这么车腾下去 真的是没个好 好 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